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宝珠 我是今年新加坡新叶社科大学的毕业生念的是翻译 因为翻译一向来就是我的自愿 但是很可惜因为种种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如愿 上大学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一种奢望 不是像现在这样理所当然父母一定会送你上大学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说你已经给你读了这么多书 那时候到就是你出来做工来回可以帮忙养家这样的意思 我们那个时候机会不多老实说 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在医院工作的时候 我已经有做那些跟翻译有关的工作 比如说审核那些医疗文件的中文译本 我在退休后看到这个招生 新叶社科大学招生的广告 所以我就想这可能是一个圆梦的机会 所以我就报读了 我顾虑是有一些我就是想我会不会被录取 因为我想像我这样也老大不小了 超级超铃声进去读 学校会不会担心说我会拖慢教学程度这样的 所以我跟家里的人提起说我要报名 所以他们也不把我当真了 因为我是做做完的 虽然真正电影截止是从4月30号到5月9号 但是那些前期工作更少开始 我们实习生进来是3月开始 我选这个之后我最后一个人只是想 哎呀累了这么久了 就选一个轻松的吧 结果到出来并不轻松 不过学到很多东西 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这些就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 看不见有办法去经历的 好像试骗我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试骗 原来试骗你要看它的那个片子的品质 它的画面有字幕 那字幕对不对 是不是出现在对的时间 有好多东西了 还常常有得看信啊 我是蛮享受这三年的生活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过正式的大学 这是我第一个正式在校园里面上课 所以我很喜欢去图书馆 有时候他们有举办一些工作方 一些讲座 如果有这个志愿的话 就勇往之前不要去质疑 如果你健康没问题的话 那么年龄不是一个问题 只是一个数目一个号码罢了 就是你想做你就去做了 不然的话可能又会后悔了 就由我来讲 本来我这个课程可以拉到八年 但是我在想到我的年龄问题 如果我也跟人家一样拉到八年的话 我不晓得那时候我会痴呆呢 还是会什么 所以我就尽可能在三年内读 人不能够不 你不学你不什么的话呢 就不进这退的 是这样的 所以不要管说你年龄大 那边就坐在家里等一等 什么掉下来 要尽量往外的 往外发展 往外看 往外学什么的 就算你吸收不到全 你最低限度 也就能够收到十八千 二十八千这样的